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享解放军动态这些实时情报 这事还没怎么在中国大陆引起反响 到先是把日本人给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日本外务省是诚惶诚恐的出来澄清 着重强调了三个字 不考虑 为什么说诚惶诚恐呢 我们发现日本外务省的这个回应措辞 跟去年安倍和李克强总理会晤的时候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可见日本人是有多么的小心翼翼 我们不知道蔡英文在听到不考虑这三个字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也想很多网友对于日本政府这次这么快 这么决绝的回应多少还是有一些意外的 因为毕竟安倍政府和蔡英文当局眉来眼去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明里来暗里去的这些勾当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蔡英文有了有机会跟日本政府进行所谓安保对话 这样的一个幻觉 但是没想到日本政府闪得这么快 我想经常看新闻联播的同学 都会比蔡英文更早的想通 现在的日本政府是有多么需要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这些年日本的经济外交面临巨大的压力 好不容易中日关系有一点回暖了 中日合作有了一点点起色 现在安倍正在加紧努力 怎么更加的靠近中国大陆来取暖呢 怎么会有时间去跟你做这些不着调的事情来激怒大陆呢 蔡英文可能也是没有看过安倍今年春节的祝福视频 安倍现在正忙着学中文 哪有时间跟你搞乱七八糟的事 班长就觉得现在都2019年了 连安倍都不想一直被美国人当枪使 想尽办法来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来做一些合作 可是台湾岛上的那些政客 如蔡英文之流 还活在几十年前的冷战思维里头 还活在所谓的连日抗中的妄想当中 这次想拉着靠山来挑衅中国大陆一把 没想到靠山闪得这么快 这热脸连冷屁股都没贴上 蔡英文为了骗选票 一直想办法来跟大陆碰瓷 还把自己碰得个头破血流 其实说来说去 是想的太多 懂得太少了 所以班长就建议 蔡英文要真的想搞懂中日美这些大国之间的玩法 还是回去恶补一下新闻联播了 别整天在那胡思乱想了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我是叶班长 我们下次见